繼上個星期日 豐台區三個官員被免職之後 再有三個官員被處分 其中豐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賈琦 被撤銷黨內職務 豐台區衛健委副主任曹聰 和花香副鄉長楊繼君 就被黨內嚴重警告和政務降級處分 鬆懈地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要求不到位 擅自放鬆工作標準 對責任範圍內疫情防控工作檢查指導不利 對發現的問題不糾正、不處理、不上棒 工作嚴重失職失責 對新發地批發市場聚集性疫情的發生 負有重要責任 北京在星期二 一共錄得七宗新增本地病例 是這一波疫情以來第二次出現個位數字 月中封閉的西城區 國外天途紅年賽市場 附近七個屋苑也都解封 由6月11日到23日 北京有256宗本地確診病例 其中253宗和新發地批發市場有關 佔總數的98.8% 這些信息都提示疫情早期增速比較快 傳播的擴散力也比較強 可能存在同源暴露和人傳人混合暴露的傳播方式 目前在新發地市場關閉之前的暴露人群 發病的病例數已成下降趨勢 國家衛健委說 為住在疫情爆發地附近的居民進行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對控制疫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截至星期一 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的累計核酸檢測達到9,041萬人份 不過專家說核酸檢測的採養時機會令結果出現錯漏 如果你是潛伏器早期 還有就是發病以後 如果說他這次我們北京疫情的時候 最晚去看病的有8天以後的 那麼這個患者如果發病以後很晚 比如10天以後 兩週以後才去看病 內地星期四起一連三日端午節假期 不少人都在想出去玩 文化和旅遊報重申 各個警區接待遊客量 不可以超過最高接待量的三成 進入警區必須預約防止人群聚集